為了衝人氣和票房 藝人們真的都拼了 你還記得嗎 犀利人氣的兩位男主角 為了兌現承諾 是上演喇雞戲碼 而歌手吳克群 現在可能要穿上 金歐女中的制服 在演唱會現身 他要歌迷敬請期待 即將舉辦演唱會的吳克群 在KTV裡和歌迷同樂合唱 吳克群之前曾與金歐女中 籃球隊比投籃 打賭說輸了 就要穿女中制服 不過身材健美精壯的他 要穿女生制服可能嗎 因為我老闆一直在阻止我 對 就是當天要穿 金歐女中的制服 下面穿護當 這個實在是一個 不是很好看的畫面 所以這個護當我會 就是在另外一個橋段裡面用 其實現在打賭當道 不少明星為了衝高票房 都會使出這招 以收視率或票房做賭注 有的是脫衣跳水 有的使出難難之吻 的確都成功引起話題 這次吳克群承諾願賭服輸 就是要滿足歌迷期待 不過已經出道12年的他 拿過許多大小獎項 就是沒拿過金曲獎 講金曲之後 我還真的很希望 你知道因為現在時差 都會講實話 希望明年5月的時候 大家能夠來採訪我 希望那時候是我入圍了 我的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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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吳克群在06、07年 都曾入圍過金曲獎最佳男歌手 但分別敗給王力宏與李久澤 不過擁有死中歌迷的肯定 都成為吳克群的最佳動力 UDN TV 贏得玉岳嘉尼 台北報導